這個醫生是精神科的嗎? 不是 今天要領導 真的假的啊 有沒有我想說 羽毛大家好 我是阿姨 歡迎來到海豬上企業 我們終於來第12集 今天來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的來賓 首先是我們的愛瑞絲 嗨大家好 我是愛瑞絲 之前也有玩過一次 對 玩過了 所以應該算還有熟悉 是 再來是林璇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璇 那林璇第一次參與海龜湯 可是第一次你自己本來有玩 有有有 大學時期一直玩 那今天的題目的話 其實全部都是分問題給我們的 那各位假如說 你們有任何想要提的海龜湯題目的話 可以 寄到這個mail 會提mail上來 然後一樣今天我們海龜湯系列 假如主播三千喜歡 我們就拍下一集海龜湯 那我們就直接準備開始吧 題目是這樣 於是我視訊給我的醫生 醫生剛開始就很生氣 後來卻又變得驚恐害怕 請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得了善氣 沒有 不是不是 主角有沒有精神上的疾病 不 主角有沒有性病 不 是視訊裡面的東西嚇到他嗎 是 他是情色視訊嗎 不是 OK 不是 是對話中的字句嚇到他嗎 不是 醫生一開始生氣耶 一定是他做錯了什麼 病人是不是忘記吃藥 不是 病人已經死了 是不是 不是 病人有好轉嗎 不重要 這個病人是男女 不重要 跟這個病人的病有關嗎 不重要 所以他答應醫生 並不是病的問題耶 是別的問題耶 是 等一下 不病情無關 那個醫生是不是其實才是病人 不是 他看的其實是鏡子嗎 不是 醫生會生氣是因為現在大半夜還視訊給我很煩 是不是 不是 但是很合理 跟他一開始生氣有關嗎 重要嗎 生氣重要 是 醫生可能現在正在開道很忙 然後再打來 不是 這個醫生是精神科的嗎 不是 你們現在0%喔 真的假的啊 有沒有問到這種 我跟你們講你們要先離親什麼好了 你們可以先離親為什麼要打個醫生 他打錯這通電話嗎 不是 跟靈異有關嗎 跟靈異有關是 跟靈異有關 跟他畫面上看到的東西真的沒關嗎 你說他是哪一個他 醫生還是 病人 跟病人看到的畫面有關 那跟醫生看到的畫面有關 醫生一定看了什麼畫面會很生氣 我吃藥的時候不是配水是配可樂 感激醫生真的會生氣 對 那這個醫生是人嗎 是 那這個病人是人嗎 是 醫生我看你死去的病人活過來了 你們朝病症各部位區外 自殺 不是 不會不會 不是 乳癌 憂鬱症 跟症狀有關 跟部位有關 屁股 跟眼睛有關嗎 跟眼睛是 他眼睛有受傷嗎 沒有 他白眼了 不是 我開天眼了 不是 我長睜眼 不是 是 你們可以想得更單純一點 我眼睛看不到了 是 有人遮住他的眼睛嗎 是 好噁心喔 所以他其實是看不見其實是因為有人遮到他的眼睛 鬼遮眼 我覺得是啊 其實差不多了 你可以先釐清一下 你現在是卡在為什麼生氣這一點 醫生原本以為他在騙他 但是後來發現他真的看不到 是 然後後來驚恐的時候是發現 有 我覺得對一半啊 我跟你們講好了 故事是這樣的 今天早上你起來的時候 我感覺什麼都看不太到了 暗暗的 在確定燈打開了 眼睛也增到了最大 我用西呂叫他打給我一個眼科醫生的朋友 我說到 我看不太見了 你可以幫我看看是怎麼回事嗎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那個醫生朋友的聲音 夾帶著明顯的憤怒 但我實在不解為何他會生氣 並開口詢問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那朋友的聲音又變得有些疑惑 等等 你是一個人住沒錯吧 對啊 理所當然的回答 然後他驚恐的聲音就傳來了 那 那 那雙遮住你眼睛的手是誰的 所以我才說 因為假如說有人遮住我眼睛 應該是有感覺 所以沒感覺 他應該是沒意義 所以我才說是零一的 欸這個是你得分耶 因為你猜到鬼子的眼厲害喔 唉唷不錯喔 好再來第二題 一樣是我們觀眾提供的 第二題是這樣的 在地下五層的酒吧中 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坐在吧台邊的椅子上 四處裝望著 邊焦急的等待著 自己的女友前來赴約 但他突然望向著 天花板的時鐘 然後像發樂狂一樣的 拿出手機狂按著什麼 接著將手機狠狠的 丟在了地上 接著跑開 並大喊救命 請問發生了什麼事 是跟他女朋友 遇到什麼事情有關嗎 無關 他這樣子打手機 應該是要喊救命 應該是打119吧 不是 打給他女朋友 是 他女朋友要去殺他 他女朋友要去殺他 不是 他想要喊救命的對象 是他女友嗎 不重要 酒吧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他要喊救命啊 酒吧是發生在正常一夜時段嗎 是 跟他復約的理由有關嗎 無關 男生是看到什麼畫面嚇到嗎 是 他看時鐘耶 是這個什麼好嚇到 那個時鐘有什麼手腳嗎 是 那個時鐘有正常在運作嗎 不是 那個時鐘不會動嗎 不是 跟時間上有關嗎 有 他跟時間緊迫有關嗎 是 他跟女朋友附完這個約以後 他要去殺一團 對啊 時鐘是個炸彈 是 我超屌啊 要爆炸 他發現那個天花板 因為你剛剛講天花板嘛 然後可能時鐘發了天花板 他一定是個炸彈 然後他看了以為是時鐘 然後他就發現是炸彈 對 時間快到了 他只是跟他女朋友說 我現在要被炸彈炸死了 再見 然後就開始喊救命 不是 對你了 他一定是叫他女朋友不要進來 要不然他女朋友也會被炸死 所以這個我得分 來來來 好強 故事是這樣的 男人在酒吧等待著女友 當他看到天花板上的電子鐘時 發現 上面顯示的時間 竟然是倒數計時 此時 他記起來 酒吧根本沒有中這一事實 過來上面的是一個定時炸彈 而且馬上就要爆炸了 男人不想讓女友出事 拿起手機讓他別來了 但在地下五樓根本沒有信號 因此在倒數計時的描述 剩下最後那五秒鐘時 他絕望地崩潰了 大喊救命並站起來試圖逃走 很強喔 夠得一分喔 再來下一題 白雪公主被王子救醒後 王子救死啊 為什麼 他的口紅有毒藥 不是 詛咒就是他親完以後那個男子會死掉 不是 王子是自殺的嗎 不是 那他的死是自然發生的嗎 不是 是他殺 一定是七個小矮人殺的 不是 被皇后殺了 不是 他長太醜所以他清醒的時候 白雪公主很生氣把他殺了 不是 是 跟那個詛咒有關吧 是 王子是被白雪公主殺掉的嗎 是 你說你怎麼可以把我的戳人拖走 你就沒有問過我 我不想要嫁給你 他們倆是螳螂嗎 我還想繼續說你幹嘛操心我 白雪公主素顏 在他臉上有抹什麼東西嗎 他不能讓別人看著他的面目 白雪公主是有意要殺掉的嗎 是 他討厭王子 他想要王子的臉嗎 他想要奪取王子的某個東西嗎 他是為了利益嗎 公主同死了王子 是 為什麼公主被救了錢還要同死王子 同死你我就可以繼承王位 跟這王子的身分有關嗎 他們只能有一個人獨活 白雪公主是為了生存只能把他殺掉嗎 殺案只有兩孩 你們可以先擬清為什麼要殺這個事情 白雪公主有愛他嗎 是 他想把王子做成標本嗎 這樣他就可以永遠擁有他 對啊就跟那個老二一樣 王子劈腿了 王子變老了 王子沒做錯事喔 他有做錯事 他沒有做錯事 他沒有做錯事 他沒做錯事 王子很無序耶 不要用否定去問我 會有雙重否定 他沒有做錯事 但是公主還是把他殺掉了 而且公主是很愛他的 為什麼很愛他把他殺掉呢 剛剛其實你有快要問到重點 但是你問錯了 你可以多琢磨於白雪公主的身材 白雪公主他其實不是公主他是妖怪 跟林毅沒關 對 跟林毅沒關 跟戀情有關嗎 是 那白雪公主有做錯事齁 是 那他一定是畏罪想要殺人啊 是 白雪公主跟七個小孩的人都有一腿 做錯事是他殺了王子的一件事 是做錯事 我怕誤導人 我也要讓你體驗沉睡多年的感覺 是 剛剛瑞絲的畫裡面有一句是關鍵 沉睡多年 是 因為白雪公主睡太久 所以他很生氣 是 他的精神狀態已經不像以前了 白雪公主已經老了 是 是 我不能夠以我那麼醜的容貌 跟你那麼好的人在一起 是 王子的年紀也是老的 是 白雪公主是老人 然後王子是鮮肉 你現在可以釐清你們哪幾個 就是白雪公主是有意要把王子殺掉 然後白雪公主的年紀比較大 因為他睡了多年 然後他們兩個是互相喜歡的 是 他發現王子騙他嗎 是 他希望王子也變老了 是 我嫉妒你的年輕樣貌 是 但是有關 我現在眼裡容不下任何年輕人 是 我再給你一個提示 跟我白雪公主的 心理上面的想法有關 他想殺了王子 其實想對他好嗎 我就不值得你對我好 我那麼老 你明明可以去找更年輕的梅亞 但是你跟他講到重點 王子已經跟年輕的梅亞在一起了 他怕你 他之後會跟年輕梅亞走 所以我現在先殺掉你 對 我贏了 答案是這樣的 來 白雪公主已沉睡多年了 智人不再年輕 但他擔心王子會愛上其他的年輕女孩 於是就把王子給殺了 這樣王子就不會變心了 所以我們今天 比較會猜的是 艾瑞絲 耶 艾瑞絲超廢 沒有他第一題很厲害 他第一題很厲害 後面猜不到 他可惜 白雪公主這題其實很簡單 其實這故事我聽過 但是我忘記了 那你也太旺了 才讓艾瑞絲太大 所以這些題目都是粉絲提供 不是他們自己創作出來的 其實應該都是啊 大部分應該都是 可是我想稍微改編一下 你覺得故事怎麼樣 我覺得第一個 我喜歡李懿的東西 那你呢 我剛剛喜歡第二題 對因為他其實很愛 他很愛他的女朋友 感動的妹 對 感動的感覺 對 好那今天非常感謝兩位 謝謝 謝謝 謝謝海龜湯 這三題我覺得都不錯 第三題偏比較簡單 然後第二題的話 是比較邏輯性的 第一題的話 因為是靈異的關係 所以其實會有點比較難猜 但是我們之後的題目 都是會不停的 就是會有混的一些 各方面的那種問答這樣 好那今天非常感謝兩位 那各位如果有想要提到海龜湯 任何題目的話 歡迎再寄給這個Mail 那今天感謝海瑞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訂閱我 那各位觀眾朋友 喜歡訂閱的話 歡迎在相關覺得很喜歡 那可以追蹤我們的MV 按照我們的合唱 按照我們的合唱 我們下一次海龜湯見 掰掰 掰掰